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监控和管理界面 那它的管理界面是这种http 冒号双斜杠 然后这里是ip地址或者是hostname 然后冒号8080的它的端口 那刚才我们的我修改的时候呢 是配置了它的hostname是这个 就是我没有做任何修改 就是默认的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自己修改 我是怕出一些问题 然后我影响一些的讲课 所以我没有做任何修改 大家可以尝试改一下 我记得我当时改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 不过还是建议 在于测试期间 大家没必要追究太多 这个问题出现原因是因为 embarry hotbox开发的 所以hotbox相当于一个广告 他不能将这些广告删除做一些判断 如果你hot内容不是这个东西的话 他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好我们现在复制一下管理界面 然后我打开 回撤 刚才已经打开过了 这里面是输入用户密码 用户密码是odmin和odmin 好点登录 好 现在他就载入 这是embarry的logo 这是他一个用户 这是常见的一些试图 这进度条也比较 好 登录以后 他就会看到一个embarry的管理和监控的界面 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一些数据 比如说这个name node 它是启动的 对吧 还有secondname node的启动 然后datanode也是启动的 可以看一下 还有这个 NFS网关 也是启动 还有他这个运行时间 还有他那个节点 从活的这个datanode从活的状态 有几个是活着几个死掉 对吧 还有这个supa的使用 总共这么多 然后使用了1.6% 那就是680亿 还有没有使用的这个supa 这是他的一个占比 现在发现有些地方它是没有显示说没有数据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开启一下这个服务 在这地方启动这个服务 它是没有启动的 好 我们启动一下 先start 然后点击这个 这时候呢它就会弹出一个框 然后看一下 这一个它就会启动这个metrics 然后这边可以点击一下 然后看一下它的具体详情 它先是启动这个collector 这个已经启动好了 然后紧接着启动这个monitor 两个现在都已经打够了 说明启动OK 这地方呢可以查看一些它的日质 这都它的一些输出日质 包括错误的还有输出的 大家看一下 有些时候它如果可能报错 那这地方根据这些它的错误提示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配置和设置 好 它这个地方启动完了 这地方它就会有一个对沟 然后这地方呢操作项就变成0了 刚才是1对吧 好 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了一些 必要的监控指标 好 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一些 类似于 仪表盘 还有一些监控的一些 图形界面 那在这个真实环境中呢 安装以后呢 这些指标呢它都会显示出来 那或许这地方没有显示出来一些 东西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启动 可能有些小问题 但这个并不妨碍我们的学习 毕竟它是一个为分布式 那这地方可以看到这个 HTFS的这个 缩盘利用率 还有活着一个节点 还有NameNode的这个HIP 还有NameNode的运行时间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ResourceManage的一个HIP 还有这个NameManage的 活着有几个 还有这个YAR的内存 现在没有运行任务 所以它是0% 好 那其他的还有这种 RPC 还有内存使用率 网络状况 还有CPU的监控 还有这种HPS Master 等等 还有Flow 还有CPU 这种 好 那这地方你看 它可以连接到NameNode的Ui 我们点击一下 Hitup 2015 这种一些Mal 等一下 那这地方就有这种版本 2.7.1最新版对吧 还有这种磁盘的利用率 刚才也说到了 还有几个节点活着 那跟之前这个Hitup 1.0 有所区别 就是 更为就是界面来说美化的很多 还有NameNode的状态 相当于一个备份 对吧 SecondNameNode的这种机制 它也是状态也是有的 还有这种 和以前一样这种活着的Liveload 就是活着的节点 因为我们现在就有一个节点 它的状态 这是一个统计 就是一个汇总 然后还有这个DataNode 看一下 还有日志 之前也说了 这还可以浏览目录 看一下TEMP User 马开灯 看到没 刚才我输一个杠的时候 它就有显示出来了 所有的 文件 这是那个根本录下的 对吧 我们输一下User 这相比以前是智能很多 会撤 那下面有个马开灯 甚至你可以用鼠标去点 看到没 我们之前测试的这个结果在这里 然后是PART-R 是在线可以看到的 那 对应多个host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写两行对吧 这第二个我们配成hotworks 现在去浏览一下看一下 我们进行一个下转 我们下转 它就下载下来了 好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包括这个快的ID 还有这个大小 在哪个节奖上可用 下载了好几个 我们打开一下 就是那个结果 对吧 是一样的 OK 这样的话 我们有时候下载一些东西的话 通过界面是非常方便的 好 刚才看不到一些图片 刚才我刷新以后 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好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还有GMX 还有这种现场 还有这种内存 对吧 还有网络状况 CPU 对吧 还有这种 它这都是实时 都是实时在刷新的 大家可以放大看一下 最后一小时 刚才的时间 你看 前几分钟 把30秒更新一次 那这是40 17.40.19秒 下一个49秒 所以是30秒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刷盘的使用率 看一下刷盘到底满了没有 放上去以后就会有70信息 非常直观 所以这个仪表盘非常好用的 看一下 按上键看一下信息 用心一下 我们特意使用样 然后看一下仪表盘有没有变化 好 我们等待 首先从CPU上来说 它肯定有这个有这个变化 是吧 还有这个内存 内存现在使用的话 三点多个G 还有压子这一块肯定会有所变化 好 它正在连接这个Resource Manager 这地方已经有变化了 16% HIP19% 看到没 那压子内存已经11%了 这说明它已经运行了 这地方也变化了 CPU 9.2% 好 我们看一下结果 它正在提交 所以这地方的这地方 Resource Manager也变化了 30% 这地方又变成 9.2% 11% 这还是 好 这边有所变化 又变成32%了 看一下运行的哪一波 还在提交任务 词盘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那个文件特别小 NameNode可能会封配任务 所以 也会变一点 这34% 好 这回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NameNode 观察一些 这是一些数据 还有 观察一下压 对吧 怎么观察压 我们这地方复制一下 拿出来 刚才压是11% 对吧 看一下 还是11% 这个38% 好 这已经下去了 说明已经马上到 压了 看一下 这个我们看一下 右按 NameNode中 我们看不到任务的运行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界面去看 看一下它运行多久 1分之55秒 对吧 点进去看一下 正在运行 可以看一下日志 这没有包测 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它现在还没有提交 Pay 对不起 现在还是在正在提交 那这地方 那这地方慢呢 也轻有可原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慢的这种方式来看一下这个监控是否有变化 那这地方 你看刚才这个运行时间也变化 还有内存也有所变化 NameNode的HIP也是有所变化 那它使用了250M的内存 总共是2.2的内存 刷新一下 嗯 还在提交 还没有提交过 过来 我们再等一下 好 现在已经提交过来了 我们看一下 好 亚你看占22%了是吧 这是已经在亚上运行了 我们刷新一下 这时候 一个 application 我看一下最新的这一个 好 这地方开始运行 bqc master 看一下 压债22% 那现在老师机器的内存几乎就满了 相当于已经不动了 所以这个机器好的话 现在已经不好了 那之前的那种小例子 用心的时候还是很快的 那现在 又变慢了 好 那我们就这样慢慢的 我们理解一下 这个map produce 还有这个从从任务呢 提交到亚上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一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概览 他可以看到整个任务的一个状态 那刚才呢 还有一两个这个 信息 比如说还有一个 gmx 一些 就是一些接口吧 他可以通过这种gmx 进行获取一些 在报表上展示 说白了 就是unbarred的这些信息呢 可以通过这种gms的方式 展示出来 比如说 这里面找一个 比如说这地方就 就叫name 就是long type 内存 对吧 嗯 最大使用多少 对吧 这样的话最大会使用多少 你就可以算是一个占比 还有rpc方面的 对吧 还有其他方面的 还有这个 活着的name node 对吧 数量 这些就是一些ipi 它是以json方式返回的 那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监控一个 磁盘 进行一个告警 那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 设置 然后当它大于一个值的时候 我们就报警 对吧 所以以这种方式 是非常方便的 继承到其他系统也很好了 那它的这个 涉及的这个类别特别多 就跟这个展现出来是一样 好 这边也是一个 stack的信息 就是线程 对吧 对线程的一些 信息 可以看一下 现成多少 变号 对吧 它的状态了 坏了 短暂了 还有它出现一些 信息 也就是我们需要去分析一些东西 看程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它这个地方运行的比较慢 它这个地方运行的比较慢 Map Adios正在运行但是一直是处于没有开始的状态看一下 那这地方是正在运行 一个Map一个Reduce Map还在运行 好 那这个时候Map已经运行完了 开始运行Reduce 我们看一下这边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 总体来说它已经在亚首运行 那层已经分配完了 好 现在等待Reduce运行完 刷新一下 拍顶是吧 它这地方报错了 对吧 它说超时 好 杀死了这个Must 我刷新一下 这边我们也刷新一下 如果MapReduce报错了 它会自动自己再运行吗 我们观察一下 刚才报错了 但是它这个Reduce还是在运行 然后并没有结束之前的这个Job 它还在运行 几分钟 再等待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什么也没有操作 它这个MapReduce没有结束 并且报错以后 它它继续运行 所以这也证明MapReduce本身有这种容错机制 对吧 它是可以自己将这个错误规避 然后继续运行 现在它还在走Reduce阶段 并且刚才Map阶段还是没有失败 它还是继续走 从哪错误 看到没Reduce已经结束了 百分之百了 我们看一下状态刷新 那从这个程序上来说已经结束了 跟之前是一样的 那这个这个界面中呢 它也会显示结束了 然后结束以后呢 它的内从呢就刚才看到 百分之十一对吧 它就把内从释放掉 让新的任务去运行 所以这个监控是非常好用的 从这个直观上也能看到 内从使用到底多不多 对吧 你的任务有没有堵塞 都可以通过这种可视化的方式来 看到 非常方便 好 那这地方可以看到它这个 是成功的 状态成功 即使刚才我们运行过程中呢 它报错了 但是它不影响正常的这个任务的 完成 Map 阶段 reduce 都完成了 成功 那对方失败说是一个Map 失败了 对吧 这是临时的任务 那这条一个完成 总共用时呢 是这么多 那这地方呢 也或许是因为 慢的缘故 它是报错了 但是实际国人装商 那么简单的Wordcom 它是不会报错的 然后 也因为它比较慢 所以我们掌握它的时候 原理 我们认真看了一下 确实是验证了一下 如果它运行快的话 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切换 然后反而看不到问题 那监控这一块呢 还是比较重要 大家可以点开每一个 这个下面的像 它都会有一个监控列表 像这种 还有这个 它都会有一些监控 像这种 你可以加一些视图 对吧 比如说你加一个这种增加 对吧 增加增加 加一个呢 它都会后面显示 你看到没有 后面的 都会显示进来 可以加一些 看一下 加完以后点关闭 现在呢 没有出来 我们可以 刷新一下 它有些时候出来的是要 需要时间的 对方呢 没有图形界面 也会有一些信息 那这块还没有出来 那或许是因为刚才运行的时候 那这些是为零的缘故 还有就是有些时候 它没有出来第一步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服务是否正常 那这地方已经显然看到它是关闭的 显然不会有东西 那我们这边还要启动它 先要把它这个 启动成功了 好 这边可以看到它已经一个对购打上了 说明启动成功了 好 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一些监控的数据 那我们特意点一下 价 还是没有一些数据是吧 那其实可视化的一些数据呢 在这种文字描述中呢 已经说说了 对吧 也很多次已经说了 还有这个任务 因为亚里面的就提借这个照顾 任务数量 那刚才那个这地方想到一个概览 那这地方呢就可以做一些详细 有些信息 有的话它就会显示出来 这个服务它是开启的 这地方呢 还有它本身的一个监控可以看到 再看一下这种概览 它有些时候有什么没有啊 没有RBC呢 当然是没有了 再看一下一样 我不甘心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 它现在又有了是吧 它这个没有的刚才没有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 一 这个监控时期要间隔的就是说是可能五分钟一次 一分钟一次 那我们刚启动以后呢 实际上它没有到它监控那种周期 对吧 所以它没有显示出来 还有就是本身这个单台机器装它的东西然后也慢 那还有Docupper 是 它目前没有什么 什么 再再等一下 呀 我们等待一下 看有没有一些信息呢 因为现在呢 我们是一个尾尾封部室啊 所以整个东西呢都不如在一台机器上 所以看的东西呢 都是 那关于MBRY机群监控呢 就先讲到这里